各位网友大家好 近期的乘搭飞机事件引起大家关注 尤其是近日这件事件 想不到官方也忍不住出声音 官媒 香港的介绍家长是不是真的很离谱啊 这次香港Express事件引起大家热议 我们看看 官媒都批评 是不是家长有问题啊 请大家给个like支持一下去讨论这件事件 想不到自从香港快运 UO简称或者香港Express 他搞那个行李 说到什么七寸行李 就是hand carry事件之后 近日都有越来越多不同的新闻出现了 更加今次就怀疑是机会安排事件 那我们先看看这件事件 官媒大公文媒大公报 大公报在网上就着这件事件 他就这样写 给钱选择位的 让人情不让也是道理啊 这件事件又说爆出罗生门 罗生门是否罗生门就稍后再研究 我们先看看整件事的来龙去墨 话说有位女网民 在网上这个关注组写文 就说去日本航班上有怪兽家长 想着和两个小孩一起坐为理由呢 竟然要求给钱选择位的乘客就让开 搞到被抢位乘客就辣到火鸡 哎呀辣过辣鸡了 辣过辣鸡了 好了 这位事主 这位女网民他就说了 乘客的位终于被人抢了 有位男客服就进入机仓 机仓 就叫被抢了那个男乘客 你回香港自己申请退款吧 就着这件事 我们首先到这个位置 这件事件的最初就是这样 你想想 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回答这个 所谓的廉航之类 我近几次都乘坐廉航 疫情前就比较多乘坐其他航空公司 没办法乘坐航班的问题 我也觉得 有点颠覆 为什么呢 因为当然了 你说你坐大牌子 就算是大航空公司 不是坐廉航 你去买机票 你应该就画了位置 你可以选择位置 你坐哪里 但是大家都知道廉航 说明廉航 他就随机选择位置 有时候如果你同行的朋友 就未必能够可以选择同一个位置 甚至可能要拆开来坐 他就电脑安排了 其实我对上次 我去泰国也是 拆散来坐 当然你问我 当然我对他的系统就 普通了 我不能够说到很棒的 因为有些位置我都很不明白 解释不了 我也找过客服尝试了解 但是也算了 我自己觉得算了 确认到就算了 后来靠自己想办法确认到 但是有点不太方便 但是重点在这里 其实我看到我自己的经历 坐飞机的经历 近期而已 一上到飞机 那些人 很奇怪的 先生可不可以帮忙选择位置 我想和他们一起坐 然后前面也是这样 周围都叫选择位置 其实我在想一个问题 其实会不会 应该不比调呢 大家其实知不知道 为什么要安排坐位呢 因为飞机上面 空者 他们有一个乘客名单 就是陈小明 应该是坐哪个位置的 万一有什么事情上来 他们就基于 这个乘客名单 去追回一些资料 你想想如果有什么事情上来 整机人好像大兜乱 洗牌 洗光了 基本上就废了 当然我不知道这样 行不行 其实这些就是你们自己 私底下搞定的 但是看回这件事件 这件事件 因为有些说明廉航 我刚才说的随机派位 有些想着坐窗口位 有些想着坐通道位 我不管你坐什么位也好 那你买了 你付钱 也不便宜的 加钱买位 几十元到几百 都百多元都不等的 要我的印象 最贵的就是三百多元 有错了 请跟证我吧 总之付钱买了 我付钱买了这个位置 我不是坐地铁 我不是坐车车 我不是坐巴士 巴士那些都说 先到先得 是不是 你就没有付钱加 我就付钱加 你的理由就是因为你想跟人坐 你就夹我走 那我选择来做什么 另一个热议就是 为什么 这些空中服务员 会被 怪兽家长 得逞的 你还要说一句 回香港自己搞退选 现在责任在我吗 责任错不在我吗 大哥 不是我搞这件事出来的 我付钱买我来 我也是客人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话 他说你就怪不得大公报 他都这样写了 给钱选择的位置 我让我是人情 不让是道理 你说你是怪兽家长 你想跟两个小孩一起坐 你就发烂 你这样的话 不得了 这个世界 每个人都发烂 我也是发烂 我付钱 你没付钱 你付钱 我还付现金 对不对 你行不行 这么说的 你现在买我的位置 你是不是要我的位置 这个位置我选了 因为你发烂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这个世界得了 那就不用什么 不用滑位 一枝箭冲上去抢 大家就扑到上去抢 很随便就霸了 然后好像人家坐地铁 一个大静躺在上面 霸这行我这行我的 然后行李都乱砍 好像人家抢演唱会票 甚至抢囚住香 街砖又说一架是你的背囊 又说你的 凳子又说是你的 霸了 你霸了所有位置都可以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没有秩序 我觉得是这样 当然 这件事 大家在网上的热力讨论位置就是这里 更加有些人就觉得 是不是安排有问题 又或者根本这位怪兽家长 简直是离了大谱 你如果本身想想跟子女坐的话 你是不是应该一早 check in之前 你就要买好这位置 而不是 上到机 去叫做你求人 我都觉得还可以 有得说 但是你逼人 就根本是离了 哪有得逼的 如果反过来 如果 我也试过 因为那次我也试过 我试过问人家 不好意思行不行 没问题 人家可以 你不可以 我又不要紧 明白 真的不好意思 是吧 当然 一定会有这样的情况 行不行不行 是吧 你真是离谱的 好了 另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这位男士 就是这位事主 就是说这位给钱买位的乘客 你都要让位出来呢 有人就质疑他 耐弱 怕事 感都屈服 香港人有很多怕事的懦夫 我觉得不关他事 他要被人夹当的时候 当然了 我反过来 你想快点回 我不知道你是 他回香港 还是去日本 你想想 如果那些机器 你现在去玩的 整个心情被他搞瘀了 你可以跟他硬 整个机器不要飞呀 行不行 行 有些人是玩串的 瘋子的 我买的 什么要给你 就不要飞了 看谁穿 谁不穿 因为有些 有些企硬的 但有些不是 算了 大家退一步 你给他 你给他 有些会这样 你给他坐吧 大家都想快点去玩 下机之后 大家都不见了 是吧 这是个过客 只是想着退一步 可以阔天空 但是 你问我 但你没可能 有些人会质疑 这位 乘客 当时的环境是怎样 我不知道 他受到几大压力 是怎样 我不知道 会不会有人在后面 怂恿他 算了 加上 有人说 机仓服务员 是否 叫他说 你都可以退钱 不过要回香港才可以退 可能他想 算了 都没有亏 总之 起了票才算 但是我觉得 重点 当然 大家都要 如果是 骂怪兽家长 你怎么会骂 受害人 这个也很奇怪 之后 有位自称受害者的港女 贴了 疑似 现场图片解释 他们让座 怕航班 起飞 迟了 不想耽误其他乘客 他说 那两个 所谓的 怪兽家长 原来那两个小孩 不是小孩 不是几岁的 中学生 如果是这样 更加厉害 你带个儿子 你带个儿子 自己坐着干什么 其实可能不关你实际 未必关孩子的事 妈妈死也要 或者不知道妈妈还是爸爸 死也要跟着 通常 不知道 可能妈妈 爸爸也是 他说 他说 不想班机遲起飞 其实 如果 他是浪礼 我有时候 我都觉得 有时候 不是说什么 你好声好气 没问题的 你不好声不好气 我会戳着这条戏 我付钱吗 我要让你 你哪位 九叔 哈哈哈 哈哈哈 有些人会吵架的 你哪位 太平新市 是吧 你有钱 你就不要跟我坐同一班机 你坐私人飞机 有这么说的 有些是这样的 来来吧 大家别飞了 看哪个穿哪个不穿 你是不是应该回到你的位置 说道理 你要说这些道理 所以其实 某程度上 到了这件事 为什么觉得 又有这么大的 情况出现 在几个处理手法上 都出现了一个问题 被人的感觉上 好了 香港媒体 马上就回到 香港快运 查询 他们的官方解释 就是这样的 有关 UO690航班 座位安排事宜 因为机型转换的关系 一行四人的家庭 原先预订的座位 变成紧急出口位 根据规定 其中两位未成年的乘客 就不能够 坐在紧急出口位 那一排 所以 要求家庭 调位的需要 并且得到另一排 四位 同坐的乘客 同意之后 当中包括两位 已经付钱 自选座位的乘客 迅速安排对调 香港快运已经协助对调的乘客 并且承诺会退回自选座位的费用 公司就非常感谢当日各位乘客的理解配合 香港快运指出 如果乘客未符合相关安全规定 香港快运会为乘客重新安排替代的位置 好了 这样 这个回复出了街后 疑似那位事主再回应 他就说 UO讲大话 我们会追究到底 又说 没有职员跟他们协商过 他说 如果按照UO所说 未成年人不能够坐在这个逃生位 但是他们父母是成年人 为什么两个父母 就不能够坐在逃生位 是要变成 坐了他们的位 好了 这个说法 记者就再问 但是就未有回复 去到这个位置 我自己 觉得 有点怪的 怪的 当然怪就怪在哪 当然事实是怎样 我不清楚 但是我从他们的回复 这些之类的时候 就说如果当初是真的谈好 是不是 不会应该有这个网上的发文出来呢 当中一定是有些磨擦的 这个我相信是有的 第二件事 如果 你说因为转了机营 他们选的位是 这个逃生位 其实我就坐过逃生位 我觉得是 VVVIP位 哇 他的脚伸得挺直 跟着对于空姐 那么漂亮 空姐坐了多个人 哈哈 好过坐 大家坐过 Honan Express 那些机器 就知道了 当然我不是说他很炸 我又不是很肥 我的脚又不是很长 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相比起那个紧急出离 其实我觉得很正 因为坐在里面也好 都是没问题 当然 说笑而已 你不要坐在里面 脚是身很直很舒服的 其实我觉得没问题 其实我疫情之后 我才坐联合 疫情前我没有坐联合 真的 说真的 我不是石飞 疫情前我不是石飞 是的 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 既然官方说有协商 但是协商之后仍然 令乘客不满的话 那是不是应该要继续处理 而不是硬性要人换位 这些也是解释不了的 所以永远都是一个迷 很多人就罵垃圾怪兽家长 欺贤怕恶 就说影衰香港人 有些说直接报警 就说这些X男人 是识虚人 报警不用怕 有些人说 开了先例 到时候 个个都说 正所谓谁大谁恶谁正确 那 选什么位 下次走上去 捉个鼻歌 我要坐这个位 个个做皇帝 当然这些 都要 到时候再去 研究一下 究竟是不是真的 始终 究竟 怎样呢 因为这位事主 他说 由头到尾 没有人协商 check in 是一样的座位号码 去到 登机的时候 被通知 拦截转位 整件事 因为同机 经常看不过眼 而发表 我们下机才看到一个帖子 他说本来去旅行 期间大家都想息事宁人 不想影响心情 回程才找UO投诉 回应只不过想澄清的事实 他们从头到尾都没有跟一家四口说过任何话 直到找UO的地勤协商 如果按照他们这样说 未成年人不能够坐徒生位 为什么要导师一堂四人一起换位呢 他说他们的回应也是陈述的事实 机上有很多人 应该大家都看到这件事的经过 也有很多风波 之前又说 没收人家的东西 吃了他 接着又是女儿子 男乘客就说你拔起他 其实这些船飞机 是的 有时候都会很 尤其是现在 有时候我都看到 相机就买买买买买 抢头顶的位置 然后下机就买买买买买 好像赶死在楼械 尽快下机 唉 不用那么急 慢点来 始终会到你 急就急不来 还有有时候我也想说 坐飞机 除了相机下机之外 因为有时候的乘客 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他可能会影响到其他人 那些坐飞机的姿势 之类 尽量希望 有一个好的环境 我自己觉得 如果 真的好像事主所说的话 我都觉得是有点过分 不要用少许直筹过分 这个在 处理问题上 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不可能会这样做 我觉得 真的不可能这样做 你哪有可能这样做 别人 你跟别人说 你回去退款就算了 你还要下机 你还要下机 真是反过来 那今天分享到这里 下次再说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